第31题,室管中装有水10克及硝酸钾6克,搅拌后室管底部上有部分未溶的固体,此时水溶液之温度为20度C,将此室管放入烧杯中隔水加热并摇动室管,当烧杯中的温度达50度C时,室管中的固体恰好完全溶解,实验装置如右图所示, 若不计加热过程中所蒸发的水量,则有关此室管内溶液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选项A,此室管内的溶液在20度C时尚未达到饱和错 他在前面说20度C的时候底下还有未溶的固体,所以表示他已经达到饱和,选项A错 选项B,此室管内的溶液在30度C时未达饱和 题目说在加热过程到达50度C的时候,恰好完全溶解,表示刚好饱和 所以在整个加热过程中,他就不断的溶解更多的硝酸钾,然后一直保持饱和的状态 所以选项B呢,是错的 那么刚才已经讲到了,从20度升到50度的过程,他不断的去溶解我们的硝酸钾 随时保持饱和的状态,而我们知道温度越高,溶解度就越高 所以重量百分浓度,饱和的重量百分浓度就越高 所以选项C说,20度C到50度C的时候,容易的重量百分浓度不变 是错的,而应该是变大,所以猪才是对的 所以第31题问我们说,则有关此饰管内的容易的叙述,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,由20度C加热至50度C时,此容易的重量百分浓度变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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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